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一个导读视频 Poweredit视频教程是2017年录制的 即使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这两年来没有做过更新 为什么没更新呢 是因为软件使用变化不大 为什么现在要做导读呢 是我想做一个免费课时 把这个软件的大概使用方法过一遍 先不用看下面的详细讲解 通过这个视频 如果物性比较高的同学 可以通过这个免费视频就可以用了 甚至物性更高的同学 即便不看视频也可以无视自通 开个小玩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从哪里获得 这是Poweredit软件的官网 Poedit.net 它有苹果版和Windows版 这个软件可以用来汉化 Wordpress主题和Wordpress插件 当然它也有其他用处 我主要用它来做这两项工作 比如 这是Avada主题的使用后台 Avada主题是一个国外主题 它的操作界面都是英文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 它都是存在于这个Po文件里的 这是Be主题 Be主题它也是一个国外主题 默认界面也是英文的 把英文汉化成中文 再传到指定目录 当Wordpress切换成简体中文 它这个后台操作界面就变成了简体中文 还有这个RT18主题也是一样的 但是不都是所有的主题 或者是Wordpress插件都支持这种翻译 比如NewsPaper主题 它也是一个Wordpress主题 它不能用这种方式汉化成中文 因为NewsPaper主题的后台的这些英文 它存在于PHP文件里 如果想汉化后台必须得修改很多PHP文件 这样就比较麻烦 不如Po的这种方式科学和自然 我把Po汉化的这种方式叫无损汉化 因为它不需要修改主题或者插件的PRP文件 只需要上传一个MO的字库就可以了 这个MO文件是通过Po文件生成的 我们平时可以修改Po文件来生成MO文件 然后网站会读取中文的那个MO文件 从MO文件里读取相关的字符显示给使用者 它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软件默认是免费的 它还有一个Pro版 Pro版就是付费的 它的官网我也很久没看了 具体如何购买Pro版 在之前的教程中有讲过 那个时候的界面和现在的界面变化很大 如果看不懂的同学可以用浏览器翻译一下 Pro版和免费版主要区别就是 我感觉主要是云端翻译功能 使用PoEdit软件可以手动翻译 用咱们自己的大脑去翻译 也可以咱们手动到谷歌翻译或者是游道翻译 去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把中文复制粘贴回来 这样也可以 但是它这个Pro版呢 它有一个自动连接这个云的翻译功能 比如它支持 我先点一下这个 比如购买PoEdit Pro版 比如它支持Microsoft微软的翻译 因为我在使用Pro版的时候 它经常会出现那个微软的标志 说明这句话是用微软的翻译器翻译过来的 除了云端的机器翻译 还可以使用云端的其他翻译人员的翻译 比如说有一句英文 我翻译成了是123456 那么我把这个英文和对应的123456 上传到了云端全是自动的 然后你比如说也用的是Pro版 也碰到了这句英文 它自动会显示机器是如何翻译的 某个用户是怎么翻译的 某个用户2是怎么翻译的 某个用户3是怎么翻译的 也就是说针对这句话 只要用户翻译过 它都会上传到云端 可供后来的人翻译的时候参考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不把你翻译的这些资料上传到云端 这都是可以控制的 简单的说付费版和免费版主要区别就在这 下面这个有一点要注意 这个Pro版只能用于一个用户 不能超过三台设备 最多在三台设备上使用 不论是Windows还是Mac还是Linux 不能超过三台硬件 这是关于它的产品